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女嘉宾非常的幸运 毕业之后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职业 但女嘉宾的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她的走偶要求又是什么样呢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 先来了解一下她 培训小朋友 小黄是吗 对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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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你好 欢迎来到凡人游喜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亲友团 也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 闺蜜 今天过来就是要给你助阵的 是不是 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我性格的话呢 比较活泼开朗吧 然后平常呢 喜欢和闺蜜一起出去旅旅游啊 出去玩一下 小资的这种生活 她性格非常的开朗大方吧 就是很善良 就是很健谈 她很爱干净 很爱打扫 因为我跟她住在一起 然后每天她都会收拾屋子 缺点就是脾气有点急躁 就是遇到事情 有时候不太那么的成熟稳重吧 之前谈过恋爱吗 之前谈过 谈过有一段恋爱 但是后面因为性格不合嘛 就分手了 我之前谈过一段比较长的恋爱 谈了四五年左右吧 我跟她性格有点像 就是发起脾气来很急嘛 然后就经常会有一些矛盾 然后小吵架 大吵架 然后吵久了 就慢慢的感情就淡了 然后就分开了 就是我喜欢的话 就是那种比较能带着我进步啊 或者就是能给我 让我变得更好的男朋友吧 而不是说 就是我要管她这个管她那个 我就不喜欢太过于 有点像妈妈一样 去带着她的那种感觉 我懂了 你要的是个成品 对 你要的不是一个半成品 我还要去雕塑她 对 是这样吗 是这样子 她平时有这么跟你说过 她的择有要求吗 有的有的 类似于那个男的要成熟 然后又很有神秘感 让她一直都能保持新鲜的 还要着迷那种 还喜欢那种高高的 大长腿的男孩子 天呐 你冷革索 最近是不是看韩剧 看的比较多 看韩剧看多了之后 就想找这样的男士了 我现在的择有要求是 阳光开朗一点的吧 然后为人正直 身高方面 我喜欢高一点的男生 因为感觉比较有安全感 年龄范围在22到26期左右 我希望男嘉宾是一个成熟稳重的人 可以带我一起进步 变得更加优秀 女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 性格开朗 为人正直 二 年龄22到27岁 三 身高一米75以上 四 成熟 稳重 你的要求我大概明白了 我尽量地往着这个方向去靠 但是如果真的要找个韩剧里边 电视里走出来的那种人 说实话有点难 根据女嘉宾的择舞要求 编导和特派员 都在积极地寻找符合要求的男士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男嘉宾到现场了 博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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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凡尔游喜 眼前这位高大帅气的男士 就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贺博云 今年24岁 现在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编辑 今天在这里呢 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的个人生活 平时喜欢做的一些事情 那这里这个台球 虽然不是很擅长 但也是我热爱的运动之一 本期电网男嘉宾 贺博云 24岁 身高1米80 职业 文案编辑 月收入5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各位好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白云 要说我身上有什么特点呢 我想那就是我的身高吧 我身高180 那我平时性格比较温顺和蔼 就不大爱发脾气 那关于我的工作方面呢 我现在是在一个小公司里 做企业规划 就是基本上就是做一些公众号推文的事情 薪资在5000左右 我最喜欢的是骑车 还有攀岩 就是有这种刺激的成分在里面吧 总体来说 我这个人呢 优点就是不抽烟不喝酒 不爱打游戏 但也有不足吧 就是平时不太爱跟人交流 像出去玩的时候都喜欢自己一个人去玩 也不会说要成群结队的等等 但是工作是一方面 重要的是你的情感问题 一米八大高个 为什么会找不到女朋友呢 我很奇怪 你想想我的工作方面 牛不忙啊 你说了吗 但我也没时间抽出来专门去陪人家 你是不想陪人家 还是真的就是一点时间都没有 主要是自己压力也比较大 因为想着自己可能工作还不是那么的好 我自己还没有能力去照顾别人 你说我找了女朋友 别人可能万一吃不好 穿不好啥的 吃不好穿不好 每天露宿街头肯馒头 不至于啊 那你心中的好工作是什么 首先是稳定吧 加班不要太多 你至少有时间去陪家人 或者说有时间能在家里做做饭什么的 有点生活情绪 对对 而且我有计划是考到事业单位里 就是考工考评项目 朝着那个方面去走 对对对 但我这目前的工作肯定是不会很快去辞退的 我想是在工作之余去做这些事情 看得出来在事业方面 男嘉宾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 那么在感情方面 他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最难忘的感情经历其实只有一段 就在大学期间 我大一下期的时候谈了一段恋爱 我们是大四的时候 两个在不一样的地方 他在浙江 我在四川 而且他还比我大一届 主要是因为异地才分手的 没想到高大帅气的男嘉宾 竟然只谈过一次恋爱 那么现在重新寻找缘分 他对另一半又有什么要求呢 其实我的择偶标准也非常简单 其实在外貌上看得过去就好 觉得年龄只要比我小就好 因为比我大的会很有压力 就像我大学谈的那一段恋爱就是 女孩比我大了一届 她先去找工作 我后去找工作 这个给我的压力真的是非常巨大的 女方的身高是在165左右 不要太高 因为太高了我会很有压力的 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年龄24岁以下 二 身高1米65左右 三 性格温柔 那家里人对未来的儿媳 有没有什么要求 正常就不要太外向 就是我们家里人都是比较内向的人 因为我家是成都的 包括我未来打算的是 回到成都那边发展 因为我家那边可能要稍微好一点 那你是这么感觉的话 也是要求女嘉宾可能得跟着你走 当然我也是跟女嘉宾 肯定是跟女嘉宾要一起沟通交流吧 也不是说一定要回去 或者一定要留在重庆怎么的 我觉得一会儿你跟女嘉宾就好好聊一聊 因为毕竟相亲嘛 双方有什么事 咱们开诚布公地说 如果能行咱们能成 如果不行咱们也能当朋友 好不好 综合两人的情况来看 男嘉宾身材高大 性格沉稳 是女嘉宾青睐的类型 女嘉宾性格开朗 魅力四射 一定很吸引男嘉宾的目光 两人匹配指数90% 在前面的节目中 男嘉宾提到 以后很有可能会离开重庆 去成都工作 那么这个问题 女嘉宾能够接受吗 这会成为两人相亲的矛盾吗 对于此次相亲见面 其实女嘉宾早有准备 那你打算以什么样的方式 去跟人家男嘉宾见个面呢 先展示一段吧 然后让他可以了解一下 先了解一下我这个人 先从长处开始是不是 对 为了给男嘉宾留下一个好印象 女嘉宾决定以武会友 用美丽的舞姿 来吸引男嘉宾的目光 那么男嘉宾会对他一见倾心吗 要到了紧张吗 有一点紧张 紧张什么 哪方面紧张 主要没怎么跟女孩接触过 今天这个场合本来就相亲嘛 对于对方和自己之间 交流的氛围就不对了 就不一样了嘛 所以说今天女嘉宾是特意为了你 你看这这环境 挑的这地方 让你呢也能够稍微的放松一点 你显得也 存复洗两坑好不好 要得 存复洗啊存复洗啊 好点了哈 好点了好点了 来跟我走 那旁边你看 就在这儿 过来过来 你看 真跳 真跳着呢 嗯 这么近的距离 看得清楚吗 感觉 差那么一点点啊 差那么一点点啊 出井 男嘉宾 有点害羞 还没还没缓过来 还喘大气的 是有多少年的这个舞蹈功底了 嗯 八年多 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跳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我们今儿男嘉宾 我叫贺博云 今年二十四岁了 然后现在我在 嗯 一个互联网公司做编辑 我摸个手吧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叫黄兴雨 今年二十三岁 嗯 我大学学的是会计专业 嗯 然后但是我从小以前 因为热爱舞蹈嘛 我就毕业后来的 舞蹈培训室上班 嗯 而且你嘉宾 我是感觉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因为你刚才在说话的时候 一直没敢正视男嘉宾的眼睛 男嘉宾是一直看着你的 太高了 但你不看他 这身高满意吗 满意 满意啊 我跟你说你现在要把眼神啊 就是尽量多地锁定 在男嘉宾身上好不好 我觉得这还得慢慢来吧 已经不着急 是吧 因为你也有点不好意思 对 是这样 刚才你在外边练习那么久的 这是什么语言啊 什么的不展示展示 刚刚在外面站了很久 可能你也没看到我 但是我在外面真的欣赏了 很久的舞姿 我觉得你跳得非常专业 包括拉丁舞这个舞蹈呢 也是很展现人的魅力的地方 觉得你的魅力是今天 展现给我 也展现给大家了 嗯 谢谢 其实我第一眼看上去 是挺有演员的 长得白白净净的 漂漂亮亮的 是超 也不是超过 就是符合我的期待值吧 我觉得就光他这个舞蹈上来讲 很专业啊 那我在旁边也看了很久 其实心里面紧张的原因 也是觉得他还挺优秀的 我觉得值得去 跟他进行进一步的交流 刚刚在练舞室的第一眼 我看见男嘉宾 我觉得他的身高还是比较高的 可能有一米八左右吧 然后还是比较符合我的要求 因为我想找一个高一点的男生 嗯 长相的话就是那种文质彬彬的 有点呆呆的那种感觉 没有贬义 就是觉得他比较可爱 然后会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吧 女嘉宾一番倾情表演 瞬间吸引住了男嘉宾的目光 并赢得了他的好感 而男嘉宾凭借出众的身高外形 也让女孩对他一见倾心 两人的初见面非常美好 匹配指数更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这不仅也让我们对两人 接下来的相亲充满了期待 对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为了回馈大家对于凡人游戏的支持和喜爱 我们节目增加了一个实时有奖竞猜的环节 观众朋友们可以在节目播出 当天晚上的九点到九点五时之间 拨打8805 8805来净猜当期节目的嘉宾 是否牵手成功 如果猜对的朋友就有很大的机会 获得由凡人游戏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猜云进来吧 女嘉宾是说刚才那支舞蹈 实际上是准备给你的礼物 但同时也有另外一份大礼 是不是 这个大礼是什么 来你来跟他说 我准备教他两个比较核心的动作 教什么动作 考察也还是男嘉宾那个死字协不协调 因为我比较喜欢 就是形体协调一点的男孩子 行 以后都是吓着腰走路 开玩笑 具体是什么动作 那就现在来揭晓吧 行 来来来 去吧去吧 女嘉宾提议要教男嘉宾几个舞蹈动作 接下来两人的互动会有哪些欢乐的瞬间呢 好吧 第一个动作 我们先教一个比较基础的 看一下你的核心力量怎么样 平常的拉丁舞 你这样这样的话 都是他的脚需要有一个钉字步的 男孩也是吗 对 牵着就是舞伴这么走 对对对对 然后这么扭一下 这一块动吗 还是不动 就是这一块拧紧 对 现在好一点了 很奇怪 然后有点僵硬 你的肩膀这里放松一下 对 跟着节奏这么扭 然后或者你手也可以这么抬起来 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有一点有一点感觉 但是你手臂不要这么摇 就不动 没想到男嘉宾还挺有天赋的 女嘉宾简单的几句点拨 她就迅速掌握到了精髓 跳的还有模有样的 我觉得她挺耐心的 教了我一些简单的步伐 虽然说我可能做的不够标准 但她还是夸了夸我 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第二个动作就教你一个手部的动作吧 你们男生嘛 这只手就这么接着就好 后面这手就这么举起来 这里弯曲 然后你这个手 这里你的兰花指这里要 跳起来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绷紧一点 她这样很像女孩的一个姿势 女孩子她是这样子的 她这只手也要 因为她要搭着 然后你们男生就是这里放松 就接着她就好了 虽然她最开始动作不是那么规范 但是还是如自可交易 如自可交易 可以看一下后面的表现 后面的表现的话 她以后可以参加 才是全国比赛压力是吧 可能还是有蛋了 这是梦想 有朝一日万一实现了呢 是不是 两个人身上都有值得学习的优点 就看你们能不能发掘 对方的这个优点了 我看要不两个人 还是找个地方坐下来聊一聊 顺便你把衣会搭上 老师我们做哪里 做外面 有学习水 做外头啊 聊着吧 很耐心 她在教我跳舞的时候 也是一句一句的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指导 我能体会到她可能在生活上 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女孩子 我相信 也就像我最开始说的那样 我的期望的女孩 也就是想这样 温柔体贴 善良一点 耐心一点的女孩 没有很多脾气 就跟我一样 我也不是爱大发火嘛 我觉得挺好的 一轮简单的互动 不仅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更让男嘉宾看到了 女孩身上更多的优点 两人的相亲越发的融洽 而接下来两人将要进行深入的沟通 那么他们还能延续目前好的相亲态势吗 而在节目一开始 男嘉宾便提到以后很有可能去成都发展 因为我家是成都的嘛 打算的是回到成都那边发展 这一点又会成为两人之间的矛盾吗 男嘉宾你好 我叫黄欣宇 我叫贺博云 今年24岁 我们应该差不多吧 对 差不多 我比你小一点 挺好 年龄还是比较合适的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我平时都喜欢一个人出去玩 看山看水吧 对 上旅游 你是享受这种一个人旅游的感觉吗 就以前的话 我一个人出去 能自由自在的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可以自行安排所有事情 就不用去顾忌到很多 那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呀 我现在就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 在江北 主要是做宣推这方面 那你家是住在哪里的呀 我这会儿是自己住在江北这边 但我家在成都 爸妈他们都在那边 你也可以问一下我呀 怎么感觉都是我在问你问题 就问一问吧 平时有意义的 两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 女嘉宾便发现男嘉宾不太主动提问 显得十分腼腆 于是率直的她 直接了当地提出了这一点 通过刚刚的观察嘛 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有点腼腆呢 还是紧张吗 算嘛 就我不是很爱讲话 但我其实喜欢女孩话多一点 只要她能接受 你喜欢互补一点呢 对对对 只要她能接受我话少 我觉得就挺好的 但你是一直话少吗 就是天天话都这么少吗 还是偶尔也有很想说话的时候 其实我大学跟我当时的女朋友 其实话挺多的 我发现我跟朋友之间 可能交流不会特别多 男嘉宾再次坦诚 自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 平时不太爱讲话 也不擅长主动开启话题 那么女嘉宾能够接受这一点吗 就在我们为两人的相亲 捏了一把汗的时候 男嘉宾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以后打算是在哪里发展 以后嘛 因为我家里就是重庆本地的 然后我可能发展的话 也希望是在近一点的地方 不说重庆吧 就是周边的城市也可以接受 但是最后肯定 还是想找一个近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远家还是代价比较大 是重庆哪里的 南岸区 那还挺方便 在住城还挺方便的 对 那我在重庆读了大学 所以对就在重庆这边工作 但也只是暂时的吧 我其实觉得成都会更舒适一点 工作的机会更多 你的意思是你后面就是想回成都 找工作那种吗 没有 其实我爸妈没有太给我一个确定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成都那边 是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 我要熟悉一点点 而且那边我也有很多认识的人 就工作方面可能还会要好 就是工作方面可能找的还会好一点点 那在重庆这边我是除了大学在这边 其他都是人生地不熟的 就感觉没有那种归属感吧 你觉得成都这个地方怎么样 会觉得它会 我觉得距离上面不算太远 就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但是还是要后面发展 如果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男孩子 或者怎么样的 我可能会跟他去成都 因为成都和重庆本来挨得也比较近嘛 然后现在高体那些也比较方便 我觉得可以接受 他也在重庆和成都这边发展 这一块我还是觉得挺不错的 就是距离比较近嘛 以后可能异地恋的话也距离比较近 没想到让我们最为担心的距离问题 女嘉宾却并不是很在意 那么她心里真正在意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觉得她外形还有身高那些 我都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她太被动了 然后那些话题就是需要我主动去问她 是她被动的来回答我那样一个状态 但是我喜欢的是那种直爽一点的 你可以再打开一点 可能还没有放开自己的那种感觉 后面你问她但是她也聊得挺多呀 我觉得你们还是挺聊得来的 对就是我问了她 她会跟我聊 但是她不能主动地去开启一个话题 我就想说万一以后就是 万一她以后去成都发展了嘛 我们只能聊手机的话 她会不会就是发很少消息 然后或者就是工作忙了 就不回复消息这样子的 聊天过程中男嘉宾一直比较被动 那你有什么想问我的问题吗 你也可以问一下我呀 怎么感觉都是我在问你问题 通过刚刚的观察嘛 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有点腼腆呢 还是紧张吗 虽然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外形十分满意 但是男嘉宾被动的性格 却又让她十分担心 这让两人的相亲陷入了僵局 那么接下来 两人能够化解矛盾 达成共识吗 我刚刚跟她就是聊天的时候 我觉得她很被动 就是那些问题都需要我主动跟她提 感觉她不太热情 就是那种感觉 其实男嘉宾啊 我先说一点啊 男嘉宾她确实不是不热情 她可能啊 最开始来的时候 首先紧张是吧 或者她没相过亲 然后另一方面呢 可能也是觉得 哎呀 跟女孩如果自己表现太主动 是不是 表现得首先自己特别会 是吧 经验特别丰富 挺花心的 什么话题都跟女生能够聊得来 当然有这种 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还是觉得 都已经了解过后了 但是她好像都没有怎么主动 就是问我一些我的那种信息吧 那所以说你是想 我是想让你帮我去给她说一下 因为我直接说不太好嘛 可以 就想你帮我去说一下这种情况 行 那我跟她反馈反馈 一会儿咱们就看男嘉宾的行动 好不好 好的 对于男嘉宾被动的表现 女嘉宾十分不满 两人的匹配指数下降到80% 那么接下来 男嘉宾能够打消女孩的顾虑吗 对这女孩感觉怎么样 印象挺好的 两个人可能聊得来 给个90分吧 那相当高的分数了呀 但是你知道人家女生怎么说吗 你各方面都很好 很优秀 而且人呢 也是属于比较实诚的那种 但唯独有一个问题 在让她觉得是一个癥结所在 就是你的性格 她老在向你提问 你不向她提问 明白 她就会觉得 这个男孩是不是 没有主见 没主见 其实我心里有很多想法 就是想做很多事 但只是说 我想说出来 那现在我就给你一个主动选择的机会 你现在想干什么 主动去邀请人家女嘉宾 说话也好 逛街也好 喝奶茶也好 随便干什么 你来做主导 没问题 可以啊 可以的 行 听了特派员的建议之后 男嘉宾决定改变自己 向女嘉宾表现出自己的主动和热情来 那么她能成功吗 我觉得其实我内心里还是有很多主见的 但是可能 没有表达 对很难表达出来 这会儿要不带着你来体验体验我的生活怎么样 可以 你走吧 当把相亲的主导权交到男嘉宾的手里之后 她表现得非常主动 一直在积极地张罗着两人的约会进程 其实刚刚还是我有点内敛 但现在我想应该打开了说 其实我平常都喜欢运动 骑车呀攀影呀等等 但是今天你也看到外面天气 有点下雨 就不能带体验这些了 然后今天我又来到了一个地方 就是可以过来打台球 我觉得台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运动 我平时也特别喜欢打 你要不要试一下 可以 你等会儿可以教我一下 嗯 可以的 为了让女嘉宾更多地了解自己 男嘉宾带着女孩来体验自己喜欢的运动 台球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 还要你给我讲解一下 没有 其实我也是略知一二 那来到这儿我们应该先选个杆子 嗯 这个挺合适的 好的 谢谢 你要先给我讲一下这个怎么放呀 首先这个左手放在台上 大拇指翘起来 平推 平推 有点那种感觉 很棒 由于女嘉宾对台球一窍不通 所以男嘉宾非常有耐心地给她讲解着基础知识 期间还手把手地进行教学 一个教得仔细 一个学得认真 这画面也是相当有碍的 放松啊 放松 你的右手放松 好 我放松 哎 可以的 哎 可以 我们再试一下 可以 对 进了 非常棒 在男嘉宾的不停鼓励下 女嘉宾终于进球了 学生教学成功 接下来就看师傅实力了 她的球技究竟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没想到第一杆就失败了 没关系 咱接着来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今天太紧张了 你知道吗 太紧张了 没想到接连好几个球都没有进 男嘉宾呀男嘉宾 你究竟是因为紧张 还是球技不行啊 布置一个 可以 进球了 终于 终于 说实话 我很心疼你 你老冰怪旁边的 确实也是 我是你的话 我已经笑翻了 你知道那感觉吗 这也是件好事吧 我今天带她快乐的一半 那你怎么想着 这个水平 还要带着人家女嘉宾 来打台球 你真是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采用一些 其他的方式 展现一下自己的 我想过啊 但今天这个天气原因 实在没办法 就想到室内的活动 我可能更喜欢这个项目 是外向攀岩的话 特别喜欢 是 她能当你的舞蹈老师 还是你千万别让她 当你的台球老师 所以你说 越加越钻起来 你感觉怎么样 现在 刚刚刚和男嘉宾 就是打完台球过后 我发现 她还是和第一次见她 不太一样嘛 就是没有发现 她还有这一面 而且她刚刚提到 就是她喜欢户外攀岩呢 就是这种比较刺激一点的 户外项目嘛 我其实也挺感兴趣的 就是以后可以有时间的话 可以一起约一下这种 是 展现了这一面之后 我相信你心中 肯定是有变化的 一场轻松的互动之后 让女嘉宾 打消了一些心中的顾虑 两人的感情 又渐渐升温了 然而就在我们为之 感到开心的时候 女嘉宾的闺蜜 却提出了异样的声音 刚刚听到男嘉宾说 她要去成都发展 你会去吗 我觉得现在 我可能二十几岁 二十出头 还是可以考虑 如果我真的和她后面 就是发展得很好的话 我可能会接受吧 但是就是有很多现实问题 比如说南方工作什么的呀 房子那些呀 家里面的人什么什么的问题 你还是多考虑 我刚刚因为还没有聊到 这么深入嘛 闺蜜提醒女嘉宾 以后去成都发展的问题 应该多加考虑 特别是现实问题 更应该纳入考虑的范畴 鉴于此 我们再次安排了闺蜜和男嘉宾 进行了第二轮的深入沟通 你好男嘉宾 我是刚刚那位女嘉宾的闺蜜 就是我看你长得蛮高 蛮帅气的 身边追你的女生应该很多吧 其实也没有吧 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 更多的时间 真的是在工作上面 而且我公司里面 男孩更多 是真的吗 我不太相信呀 那你去我公司也可以看一看 那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还蛮好的 那你对我们女嘉宾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她性格上还是跟我挺合得来的 就刚刚初步了解了一下吧 还是挺聊得来 那你后面就是要去成都发展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 你那边的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 就我就在城区里面住着的 我爸妈也在成都工作 我可能问的问题有些直白 但是我也是为了我的闺蜜好 你在成都那边有住房吗 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过去的话 住房没问题 我爸妈有给我安排的地方住 就是有房子 那你们是就是和爸妈一起住吗 不会的 我爸妈是另外住的一个地方 后面我爸妈可能会考虑 就是也有可能会回到老家 也有可能是留在城里面 都有可能 这个其实是我爸妈的打算 但不影响我和另一半的一个日常生活 因为单独的住在另外的地方 你老家是哪里的呀 我老家就在广园 四川那边 女嘉宾这边 她是有什么打算吗 就是怎么考虑的 我闺蜜的话 她就是如果两个人感情很好的话 她也可以考虑去成都发展 但是有很多障碍 就是说你去成都那边发展 有没有在重庆发展比较好 那边人脉和这边也是必要的 反正这些通通都要考虑 我大多数认识的人都在成都 我现在的收入是在五千左右 我过去的话 我可以找到一个更适合的工作 而且我可以做很多副业 就我家那边有一个公司 他们最近在搞新闻 就是那个新媒体传播 他们要把线上线下结合起来 那我可以去协助他们做一个推广 是你父母的公司吗 不是 是我妈妈的妹妹 他们开的公司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可能你去成都 你父母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房 但是你在重庆的话 要自己再买一套房 这种压力可能要大一些 所以说你回成都也是最好的选择吧 是 就是考虑到这方面 了解到男嘉宾更多的现实情况之后 闺蜜也赶紧跟女嘉宾汇报起来 男嘉宾成都那边资源挺好的 所以说你可以跟着她一边 一起去那边发展一下 有什么资源呢 就是说她老爸的朋友是开公司的 他就可以直接进去帮忙啊 如果我去那边我又人身地不熟的 我就会觉得又没有其他什么认识的 又不熟悉那些路啊那些什么的 我觉得就觉得很 我觉得还是有顾虑 没事到时候我可以过去找你 什么之类的 而且如果它真的很好的话 你们平时休假的时候 也可以回重庆来玩 而且挺近的就一个小时的路程 可能还是要有一段磨合期吧 还是要再多了解了解吧 就在女嘉宾和闺蜜商量的时候 男嘉宾也在积极地行动 干嘛去了这是 逛了逛 逛一逛 得行动起来啊 行动 那你的行动在哪 你逛了一圈就是行动了 就是刚刚在那边逛的时候 看到她又挺喜欢这个娃娃 就看了一眼 那我听你的意思 那如果我现在继续站在这个地方 就不太合适了 是这意思吗 是 行行懂了懂了懂了 好交给你啊 交给你 来自己把这拿着 剩下的我希望你能够成功 好不好 其实今天我们也在一起聊了很久 也体验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觉得就我对你的印象 还是蛮好的 就挺有 你也挺优秀的 第一眼看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蛮心动的 就很漂亮 我也挺喜欢 那其实我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 跟朋友也不怎么爱说话 但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还是挺主动的 也不是说没主见的人吧 我也经常愿意带你去体验一下 都喜欢的东西 对 你喜欢的东西 我也愿意陪你一起去体验 这个娃娃 就刚刚看到 你在那看了很久 我觉得你挺喜欢的 我觉得就可以 把它买下来 送给你 谢谢 你看最后啊 还是主动起来了 听了女嘉宾的建议 女嘉宾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啊 男嘉宾今天是豁出去了 他为了你 愿意做这些事 而且愿意把自己的性格 完完全全地展示在你面前 那要不咱们就把这个玩具啊 当成最后的选择好不好 如果一会儿我说三二一请选择之后 你选择愿意接受 我们这男嘉宾高高大大帅气的小贺 你就把这玩具啊接过去 如果不愿意觉得 哎呀 还是算了 咱们没有这可能 就把这玩具啊给推回去 能行啊 很难 女嘉宾给我的整个印象还是蛮好的 挺符合我的期待值的 如果我去那边 我又人生地不熟的 我太被动了 我不喜欢 我喜欢直上一点的男生 我喜欢直上一点的男生 一 请选择 你们这不像礼物的交接 你知道你们像什么吗 像一种文物的团承 你知道吗 来 请 然后你顺势的 也是很隆重地 把这些东西给接过来 很严肃的事情嘛 女嘉宾 为什么最后 我看你在接之前 嘴角就已经开始 有点像上一样了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娃娃 好难过 兄弟 我跟你说 他只是喜欢那个娃娃 他不是喜欢你 没有 当然对男嘉宾 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然我肯定也不会接他 你是对他有感觉 觉得对他有好感 所以说才决定 要把这东西接过去 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种感觉 这种感情继续地 把它坚持下去 好不好 我觉得我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也希望能够和女嘉宾 有美好的未来 虽然有一些小问题 包括他最开始不够主动 这些问题 他后面也有了一些改善 然后我觉得后面 可以继续了解一下 深入了解一下 同时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也想来到节目 脱离单身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人家电话 8805 8805 或者来到龙虎新一城二楼 凡日游喜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来进行咨询 凡日游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们两个才有模式 拜拜 拜拜 拜拜